第26篇 公他王西州 知东州 这篇文章大家读完之后就会发现 这篇文章有智慧要展现出来 大家多多看 公他是个人的名字 要逃出西州 知东州就是到了东州 禁书西州之情于东州 禁书就是全部泄露 把西州的情报泄露 告诉给东州 东州大喜 西州就非常的愤怒 冯且说 冯且也是人的名字 说成能杀之 我能杀掉公他 君与金三十金 西州军给了冯且黄金三十金 冯且就派人抄金与书 抄就是拿着黄金和仿件书信 这里的书就是指的写了一封 假的一种反贱性 建议公他 就跨境送给公他 书信上说 告公他 告诉公他 事可成 如果事可以成功 免成之 就努力的去办成 不可成 如果办不了 污往来 跑回来 赶快回来 事久且谢 事情拖久了的话 就容易泄露 那么就会自己让自己死亡 自取灭亡 因此人告东周之侯曰 同时派人告诉东周 侯就是边境上的守卫 说 今夕有奸人 但入则已 今晚 今夕今晚会有奸戏 会入境 守卫果然 今晚上就收出了书信 并把书信 献给了东周 东周军 立即 就杀掉了公他 公他逃出了西州 去了东周 把西州的国家机密 全部泄露给了东周 东周十分高兴 而西州却非常愤怒 冯且对西州军说 我有办法 杀掉公他 西州军给冯且 三十斤黄金 逢且派人拿着黄金和反坚信 偷偷去送给公他 信上写道 告诉公他 如果事情可以办成 你就尽量努力的办成 如果办不成 就赶快逃回来 时间长了 消息可能泄露 你就会自取灭亡 同时 又派人告诉东周边境上的侦察人员说 今晚上有奸细要入境 侦察人员果然捕到了宋庆人 收出了书信 献给了东周军 东周军立刻将公他杀掉 各位看看 是不是蛮有智慧的 好 我们下一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